大家好,我是瑞森,瑞森老哥 习惯了看本土长相的人 在刚遇到异族人种时会觉得奇怪 而且异族效应还会使你分不清外国人的长相 俗称外国人脸盲 就像很多人分不清欧美人长相一样 西方人也常常分不清东亚人的长相 虽然同属于黄种人 但东亚各国的外貌确实都有特点 中日韩三国就有差异 今天我们来聊聊中日韩地域长相 同属东亚地区 你能够分得清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 在长相特征上有哪些不同吗 证文开始之前 我们先来玩一个游戏 看脸识人 现在显示的是某网站 声称六张不同亚洲人的标准脸图 这里先把答案遮住 大家可以根据知觉 能否从中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国家 有情提示 这六张脸图 包含中、日、韩、印度、泰国、菲律宾 给大家15秒时间 或者大家也可以暂停观看 大家选好了吗 现在公布正确答案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对呢 在这六张脸图中 除了印度能立马认出来以外 中国、菲律宾和泰国稍微花点时间也能够分清 但是日韩确实有些难以分辨 那么我要如何来区分中日韩三国人呢 在区分之前 我们首先要了解 中日韩三国不同点在哪 韩国人与日本人的区别在于 韩国人有一定比例的通骨丝血统 而通骨丝血统的突出特点 是脸盘宽大且扁平 五官立体感不强 同时上庭较短 其中 被誉为韩国最后一个男人的马东西 就是这种典型长相 而裴秀质就显得更柔和 最常见的是韩国型 混有一定的通骨丝及二太血统 是韩国的主导长相类型 特征是脸比较大 鼻子较宽 嘴唇较厚 肤色较浅 典型例子就是前几年热播剧 孤单又灿烂的神 鬼怪中的女主角金高银 这就是典型的韩国型长相 再有就是去年热播剧 离太院Class中的金多美 怎么样 是不是总感觉和金高银 有着莫名的相似 其次 还有满洲朝鲜型 是南通古斯人的外表 这一类型广泛分布在朝鲜半岛 中国东北和日本贵族中 典型特征是 长面 丙脸 直鼻 眼距较劲 眼裂较小 同时上眼瞼五褶皱或不明显 不考虑之前的调整 裴竹炫和刘仁娜这两位的脸型 其实蛮典型的 还有通古斯汉画型 又名 钢山型 实际上属于东南通古斯人州 广泛分布于中国东北 朝鲜半岛 日本本州 受汉人影响较大 蒙古者较重 大而平的圆脸 黑直发为主要特征 关小童跟宣美的这张合影 其实对比就蛮明显的 一个偏满洲朝鲜型 一个偏通古斯汉画型 虽然宣美这些年调整过不少 依然保留了不少通古斯特性 而在男性中 特征同样表现明显 比如 来自星星的你中的金秀贤和安仔贤 还有孔刘 李中硕 刘亚仁等 他们的脸部特征 很容易就能够让人辨识出 他们是韩国人 总体来说呢 韩国人的面部特征 就是脸盘较大 而眼睛较小 单眼皮人较多 说到这儿 可能有人要质疑了 那为什么韩国那些女团妹子的眼睛 一个比一个大呢 大家要知道 韩国什么产业最具民族特色 整容啊 大家现在看到的高挺的鼻梁 圆润的眼睛 大部分都是挨牵刀的 也就是整过容的 人种的相貌 其实本质上 就是对自然环境的适应 通古斯人的小眼睛 其实就是为了在寒冷地区 加强对眼部保护的一种计划选择 如果还不信的话 这是韩国男族和女族的照片 从这个照片中就可以看出 韩国人的特征 其实已经相当明显了 其实 韩国人的面部特点 还是很有特色的 结果整容行业的过于兴盛 反而使他们失去了一部分亮点 对此只能说 人各有志了 每次说到日本人种起源 那就绕不开这么一个故事 话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 为了寻求长生不老药 派徐福率领三千名同男同女 乘游五十艘船组成的庞大船队 并携带能射杀鲸鱼的大怒 向东去寻找长生之药 结果徐福东渡日本 什么也没有找到 徐福想打道回府 有手下提醒他 你没有完成始皇帝交办的差事 回去必然被杀 不如干脆留下来 因此 徐福和三千同男女就留下了 发展成为日本民族 虽然这个说法看似合情合理 但其实都是人们一银出来的罢了 因为在先秦时期 日本地区已经有了原始人类居住 日本人称这段历史时期 叫神文时代 当时的人种可能就是现在的神文人 也叫阿伊努人 他们已经在日本生活了超过一万年 大家都知道 日本只有一个民族 就是大和民族 但另一点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那就是 大和民族其实是混血民族 而非纯血 现代日本人 其实是由日本原始土著神文人 和来自东南亚的弥生人 混血形成的 日本有35%的矮黑人 俗称神文人 他们可能是第一批出非洲 并到达日本的土著人 神文人的特点是大眼睛 更欧式的眼窝 具有拉丁系人种的面部特征 简单来说 就是高鼻深目 就好像混血一样 这张照片 就是居住于北海道原住民族群 神文人的长相 如果你依然觉得不可思议的话 那就举几个现代的代表性例子 比如平井坚 阿布宽 北村一辉等 平井坚五官深邃 经常被人误以为是外国人 尤其是印度人或阿拉伯人 而从他从小到大的照片来看 年纪越大 有越来越像外国人的趋势 但事实上 平井坚是地地道道的日本血统 而平井坚也习惯了大家对他长相的调侃 自为搞笑的是 平井坚本人似乎已经认可了这样的设定 然后竟然以印度人的设定发表了单曲 阿布宽又到底有多像外国人呢 因为太像外国人 直接在电影《罗马玉场》中 本色出眼 眼罗马人 而真正的外国人则表示 根本看不出这是日本人 而中东 西藏 地中海地区的长相 和部分日本人 尤其是男性 长相类似 如果各位不信的话 请大家看这张图 你能够从这张图中 找到其中的不同点吗 而绳文人基因比较明显的 一般体毛也会比较多 眉毛胡须浓密 卷毛也多 比如金城武啊 小田切让啊 平井间啊 他们的省文人基因 表现是相当明显的 而弥生人 就是指日本本土以外 来到日本列岛的人 一般说的是中国和朝鲜 弥生人一般五官细长 广莫良子 就是十分典型 又十分漂亮的弥生基因 花花选手与生结弦 也同样表现出了弥生人的特质 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当属日本皇室了 他们表现出了极为明显的弥生人特征 脸部轮廓较平滑 眼睛相对较小 当然了 日本皇室近亲结婚 也是影响其长相的一个重要因素 说实话 中国的独特性 决定了中国人是很难被概括的 首先和韩国日本偏安一域不同 中国从东到西 从南至北 惊天伟地 浮原辽阔 而且历史上 又多次大迁移和民族融合 所以我们很难用一个或几个类型去概括 也就很难形成统一的民族特性 如果真的要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 那大概就是包容 而这里 我们就从中 选取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类型 来给大家讲解 内蒙古有几种比较常见的外形 一种是典型通古斯人种的外貌 腾格尔就是这种 还有一种就是蒙古北极人种 以耶纽特人为代表的 眼裂极小 西林郭勒的李旦 就是特别符合这个长相特征 但是应该会有苗瑶一类的短脸 短鼻基因 而同样是蒙古族的阿云嘎 却和它们不一样 它的五官特别立体 看起来混血感很强 其实像阿云嘎这种长相特征 并不少见 可以说是中亚类型的蒙古族长相 深眼窝 高颧骨 眉眼距离近 鼻骨高的同时 鼻子也比较小 蒙古族分部较广 居住得过于分散 什么样子的面相都有 比如阿云嘎和腾根尔 其实是一个地方的 画风却完全不一样 川鱼长相 现代川鱼 有较多胡广迁移过来的人口 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和重庆地区 长相以长江类型为主 也有少量珠江和姚苗类型 脸型多数短宽 部分是短圆脸 面部立体度不高 额头宽大 眼睛比较大 头型多数比较小 川东北地区有很多官隆后裔 属于东亚人种中的古西北类型 古西北长相比较接近 大家认知中的兵马俑长相 比如傅大龙老师的这个造型 完全和兵马俑一模一样 骨骼偏方正 面部销瘦立体 张一谋的长相就非常典型 同类型长相在川北和藏区也很常见 川南地区 大多人是明朝以前的四川土著 保留了更多的古蜀人基因 共同特点是 脸部轮廓较为分明 长脸高峡鼻耳朵较大 总之就是很三星堆 很多遗族和藏族 还有部分亚安地区的人 都带点这种典型样貌 三星堆在鸭子河旁发现 或许就是古蜀国的都城 出土的青铜人像的典型特征 是纵目 大耳 高鼻 薄唇 可以说 郑云龙的上半脸 和丁宇熙的下半脸加在一起 就成了一个完美的三星堆 三星堆青铜头像的样貌 实际上 更像是被夸张了的藏族相貌 那我们知道了这些 就可以百分百辨别出 中日韩三国人吗 答案必然是否定的 外表 人种 基因 都不是一刀切的互相独立 作为个体的我们 往往是差异性和共性的并存 经过几千年的迁徙 繁衍 所有面貌 早已相互交融 那有没有一种较好的方法 来帮助我们识别呢 实际上 还真的有 那就是文化 各个国家的文化都是当之无愧的瑰宝 而人 作为国家的一部分 更是徜徉在文化的海洋中 我们不仅是文化的制造者和传播者 更是文化的承受者 哪怕是在互联网高度发达 各种文化相互交织融合 信息迅速传播的现代 但文化作为传承的根本 可不会像历代王朝那么容易改其一致 而文化对人气质 外貌 言行谈吐 穿衣风格 又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所以 我们只需要大致了解 中日韩三国的文化走向 那么对方到底是哪国人 其实也就不言自明了 当然 如果你依然嫌这个方法麻烦 或者准确率不高的话 那就只好记出最后的终极大招了 你好 能告知一下你是哪国人吗 你